我结婚时给我买的两居室,弟弟结婚买的大三房,你们怎么当父母的? 我叫赵俊琪,今年28岁,我家里还有个弟弟叫赵俊生,他比我小三岁。 最近弟弟结婚了,我爸妈做了一件让我很气愤的事,下面我就给大家说一说。 我大学毕业以后就在一家广告公司当文员,现在我每个月公司能拿到五千多。 有一次我和朋友聚会,认识了我现在的老婆,她叫小米,和我一样也在一家广告公司。 我们刚在一起时,由于都有的共同的话题,所以很快地熟悉了起来。 我们在一起谈了一年恋爱就准备结婚了。 我爸妈做生意有二十多年了,他们开了一家校超市,生意也挺不错的,虽然规模不算大,但是一年到头也能挣个十几二十万。 父母给我准备的婚房有七十多平米,是两居室的。 户型和采光都还不错,唯一的缺点就是我觉得太小了。 我带老婆看了婚房后,她倒挺满意的,于是我也就没有说什么。 婚后我们很快有了自己的宝宝,一家三口日子过得其乐融融。 最近弟弟也要结婚了,她谈的这个女友很漂亮,带回来见父母之后,我爸妈很满意。 没过多久,他们就结婚了。 我还给弟弟包了一个两万块的大红包。 婚后我去弟弟的新家串门。 一到他家里,我立刻惊呆了,他家竟然有一百多平米。 我站在我弟弟家中心里非常难受,一刻也待不下去了。 我和弟弟说了几句话就借口有事离开了他家。 出了他家的门,我就只等我父母家去。 我就想当面问问我弟娘他们是怎么想的。 我结婚给我买一个那么小的房子,弟弟结婚给他买个一百多平米的。 天心也偏得太厉害了吧。